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令很多观众叹息 在他们眼中安迪和起点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的确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这两人都应该是十分般配的 他们相识于一个科技论坛 因为相似的价值观互相吸引 网聊一年多 在不知道对方性别的情况下 就已经心心相惜 他们阅历智力相当 社会地位般配 起点老成 自信 注重精神沟通 且善于情绪疏导 安迪独立 真诚 言谈精准如公事 气质出众 在大多数人眼里 这理应是五美感情中 走势最为连好的一对 然而尽管一手好牌 起点还是打烂了 欢乐松二播出以来 他只在安迪的梦中 勉强上线一次 取而代之 撑起与安迪感情线的 是那个一开始 令他有些反感的小包总 我们不禁要问两个问题 起点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出了错 小包总又赢在哪里 有人说 起点的错误 开始于他把卫国墙 找回来的那一刻 也有人说 从起点实施 对安迪的改造计划时 这段感情就注定无法挽回 但事实上 他可能从一开始 就错了 这段感情从开始 就合拍得无可挑剔 又随着起点的强烈共识 迅速升温 他们用三集电视剧的时间 让自己的爱情 攀上了顶点 可是 在一开始 就达到最好的恋情 之后 无论怎么走 都只能是下坡路了 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质量 是一段时间的交往 所积累出来的成果 这段交往期间的曲折越大 我们对这段关系 就会愈加在乎和珍惜 对比之下 那些发展太过顺当的人际关系 人们往往就会不太在意 这叫做曲折恋情效应 曲折的感情带来的具体效应 对我们的心理冲击是更大的 假设你经历过下面这两段恋情 你认为 你对哪一段恋情 会更加有感觉 更加上心 更加珍惜呢 第一段恋情 你们两人 在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就已经对对方有些好感 随着你们之间交流的频次 越来越多 生活的交集越来越广 到最后 你们成为了一对情侣 第二段感情 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们看对方有点不顺眼 但是因为发生了某个转折性事件 你们对对方的印象 开始发生改观 从这个转折性事件开始 你们互相生了好感 到最后 竟然成了情侣 显然 我们通常都会对第二段 更加珍惜 因为你会觉得 这段感情来之不易 在你们日后的交往过程中 也许 每一次回想起那次事件 心中都会产生甜滋滋的感觉 小包总和安迪之间的 第一次转折性事件 是两人的初次约谈 在这次约谈中 安迪发现 这个自己口中 吐血身亡 都看不上的小包总 并非不学无数 两人的感情 由此 开始转合 曲折恋情效应 不只适用于恋爱 也同样适用于 师生关系 亲子关系 甚至是职场关系中 比如说 有很多人刚认识上司 就一直努力示好 但是 这往往只会让上司觉得 这家伙 就喜欢拍马屁 与其一上来就示好 不如采取 先意后扬的策略 在一开始时 我们要宁可礼貌地 和他保持距离 甚至 维持一定程度的冷淡 然后去寻找转折点 什么叫转折点呢 比如说 他在工作上 帮了你某个大忙 这时 你再从原本的冷淡对待 来个180度转变 开始向他表示尊敬 再向他主动示好 让上司知道 你对他的好 不是那么容易得来的 是因为他的帮忙 才换来了你的尊敬 你这时对他的示好 含金量 才会比较足 他才比较愿意接受 也会比较看重 与安迪的自我拉扯不同 樊胜美的感情阻力 大多来自外部因素 年龄偏大 高低不成 远生家庭的拖累 以及因此导致的 对方父母不由分说的排斥 第二季中 王百川的妈妈 找上门来 明确表达了 希望樊胜美 离开自己儿子 不要拖累她的态度 这并不是个例 因父母反对 一排两散的情侣 不在少数 我们常说 父母应该尊重子女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 父母为什么要反对 抛开那些 有病态控制欲的父母 其实 大多数父母对儿女感情 或婚姻生活的担忧 都给予一个很简单的心理 那就是 不求幸福最大化 但求风险 最小化 原因很简单 如果儿女婚姻幸福 父母并不会从中 获得太多利益 然而 儿女婚姻一旦不幸 父母是要替你擦屁股的 因为儿女是他们的 所以 如果把孩子的婚事 比作一桩投资 那所有的父母都是 风险厌恶性的投资人 他们对未来儿媳 或女婿的优点 并不会多在意 但对于缺陷 却异常敏感 了解到樊尚美家庭情况 王百川妈妈下意识地恐慌 她不知道这段感情 会给儿子未来的生活 带来多少麻烦 甚至可能是 一辈子熬不到头的苦 解决这个问题 最优的方式 当然是改变父母的态度 但这是一个 过于庞大的社会工程 因此 子女在面对类似的情况时 所采取的策略和态度 尤为重要 我们在向父母 介绍自己的伴侣时 常常会犯两个基本错误 因为强调你的伴侣有多好 以及你有多爱他 大多数的时候 这只会让父母感到恐慌 他们会担心 你在这段感情中 失去了风险 控制权 你要做的是以下三件事 第一 袒露伴侣的缺点 目的是证明伴侣 坏也坏不到哪去 一方面 这可以让你看上去比较理智 你之后说的话 会更有说服力 更重要的是 这可以让你掌控 对缺点的阐述权 让你可以调整 和引导父母对风险的预期 第二 淡化感情描述 目的是表示 这段感情自己hold得住 收放自如 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告诉父母 你没有把自己的终身幸福 都压住在这个人身上 鸡蛋没有权放在一个篮子里 第三 多谈自己的能力 目的是说明 风险控制权在自己的手里 与其说父母不接受你的伴侣 不如说父母不相信你 不相信你 能为自己的幸福代言 不相信你能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家庭 所以才会对风险如此敏感 对你的另一半 有如此严苛的期许 所以让父母接受 自己伴侣的终极方法 是让自己强大起来 从而让父母认识 并接受一个可以独立的你 每个人都希望在爱情中 活成曲萧萧 勇敢 洒脱 敢爱敢恨 但是往往 我们都变成了安迪和樊盛美 要么与自己撕扯 要么被外界拉扯 但这也正是爱情真实的一面 她必然不完美 必然有泪 有笑 她是浮沉生活中 小小的避风港 同时也是一朵 需要用心呵护的花 而爱情中 真正的成熟 就是既能享受它 也学会呵护它 窗外套 水管在开花 椅子在一箱 树也有翅膀 上海的街道 雪山在边上 你靠着这窗 我心脏一旁 我们去哪 以上就是今天和你分享的文章 我是主播杨柳 感谢收听读者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你看哪 酒店钟方向 日内洼湖的房子 归吗 世界上 七千个地方 我们定居囊 告诉我 答案是什么 你喜欢去哪 青海或散芽 你闹过去啦 难眉不去吗 沙漠你爱吗 我问太多了 知道吗 这里的雨季 只有一两天 白酒很长 也很短 夜晚有三年 知道吗 今天的消息 说一号公路上 那座桥的廊 我们还去吗 要不再说呢 白酒一年吧 一年天的梦 你还去吗 你还去吗 你喜欢吗 你喜欢吗 你喜欢吗